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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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難道當個吃貨 錯了嗎 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營養一起來 我是怡里營養師 那大家都有看到剛剛兩個情境劇 就是 第一個是那個同事之間發怒 就是他就是胃痛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情境劇就是 亂吃東西 吃到最後就是脹氣然後亂放屁這樣 到底發生胃痛 或者是胃脹的時候呢 應該要怎麼解決它 那胃痛的原因呢主要歸咎於就是 你上班太認真了 為什麼上班太認真其實就是壓力太大 壓力大的情況之下你會產生所謂的 治癒神經失調 那當你治癒神經失調的時候呢 你就會導致胃的這個胃酸大量的分泌 大量分泌之後呢 因為我們知道胃酸是非常酸的齁 就會去刺激所謂的胃黏膜的地方 所以你會覺得說莫名的就會覺得胃痛 原因就是因為這些就是長久以來的壓力造成的 那第二個原因呢有可能是什麼 你身上有所謂的胃幽門感菌 當你有胃幽門感菌的時候 當你處在一個比如說睡不好啦 情緒不好啦 吃不好的情況之下 免疫力下降了 那這時候你的胃幽門感菌就會出來 搗亂就對了 然後會導致你所謂的胃酸也會去刺激你的胃壁 然後產生所謂的胃痛的問題 如果你有胃幽門感菌的問題的話 建議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去醫院 然後檢查完之後他會給你藥 所以你要吃藥 然後胃幽門感菌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比較容易反覆發作 那包括就是說有可能是因為你的衛生環境不好 或是說你常常就是吃外食比較乾淨 然後第二個就是夫妻檔 那如果有一個比如說先生他有胃幽門感菌 他吃藥好了 但是太太容易中標 為什麼 因為你們可能是在同一個生活的情況之下 就是比較容易交叉的這個感染 所以如果家裡面有一個人有了 那建議全家都去檢查一下 那如果要用藥的話可以一起投藥 然後第三個可能是所謂的藥物引起的 那有些人可能吃了一些藥 長期可能用一些慢性病的藥 可能會容易造成所謂的胃痛的產生 還有一個就是 上班族很多在辦公室裡面那個抽屜打開 很多保健食品 那保健食品裡面呢 有一個保健食品可能比較容易造成 就是胃痛的產生就是 鐵劑 就有時候可能你的那個綜合維他命裡面 他可能有加鐵 或是B群裡面有加大量的鐵 那有些人對鐵就是比較容易敏感 這時候怎麼辦 你就是鐵劑或是說有加鐵劑的保健食品 你就跟餐一起吃 或是不要空腹吃 比如說就是餐後馬上吃 這樣就不會產生胃痛的問題 胃脹氣有很多的原因 包括什麼 第一個最常看到胃脹氣 就是你常常就是吃東西 暴飲暴食 就剛剛我們那個情勤劑裡面的第二個 就是他一直吃很多東西 然後吃很多東西的時候 你會吃怎樣 吃很快 那吃很快的情況之下 你會吃進很多的空氣 第二個比較可憐就是職業別 就是當你常常在講話的時候 比如說你常常需要演講啊 然後或者是說常常需要表演藝人啊 甚至於有一些主播啊 他們常常需要講話 就是一直持續在講話的過程裡面 但也可能吞進大量的空氣 然後再加上你的太多的話 加上你一直坐在位子上都沒有起來運動 你常到沒辦法蠕動的情況之下 你也容易產生所謂的脹氣的問題 還有一種之前我有個病人 他是上班族的高階的主管 他為什麼容易脹氣呢 第一個除了他有胃酸逆流的問題 就是說 他上班的時間 因為他壓力太大 他會一邊就是喝咖啡之外呢 他會一邊攪口香糖 來紓解他的壓力 所以他就每天 他幾乎口香糖不離口 就是他一直在攪口香糖 一直在罵人 然後一直在收email 所以造成他肚子一直在脹氣 為什麼 因為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一直坐著 你都沒有起來動 所以就會造成脹氣的問題 那另外呢 什麼樣的飲食習慣會導致所謂的 胃痛跟脹氣的原因 剛剛有提到就是 胃痛的原因包含就是 有可能是你的一些精神壓力 還有當你精神壓力大的時候 你又吃一些刺激性的 比如說你常常吃一些 辣的啦 或是酒精類的啦 或是剛剛聚中演的 碳酸飲料 有些人比較敏感 可能喝比較酸的果汁 比如說喝一些檸檬汁啊 或甚至於柳橙汁啊這些 也會產生所謂的胃痛的問題 那還有一批人是什麼原因 就是所謂的抽煙 因為有些人可能習慣抽煙 那煙裡面的泥骨丁 也會造成你的胃痛的產生 那還有胃脹氣的原因 什麼食物會造成胃脹氣 是太油膩的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暴飲暴食的 這一種飲食習慣都產生 容易產生所謂的胃脹氣的問題 那有一些人比較敏感 他可能是容易產生胃脹氣 是因為他可能有所謂的乳糖不耐症 那有些人說 我以前喝牛奶現在不會了 以前喝牛奶不會脹氣 但現在喝牛奶會脹氣 那有可能是因為你的壓力 或是你生活習慣改變 你的體質改變了 所以有可能是你的乳糖不耐症 導致你的脹氣 那這時候你的牛奶 第一個你可以少量少量喝 第二個就是牛奶的部分 可能建議就先停掉 脹氣的原因還有一種 就是所謂現在的文明病叫做大腸急躁症 就是說有可能你脹氣 然後胃痛 然後引起可能有時候便祕 有時候腹泻 那這個可能也跟你 所謂吃太少的纖維 還有壓力大 這兩件事情有關 那另外就是說 胃痛的症狀多久沒有緩解 就必須就醫 如果你是屬於比較像是病毒 或是細菌引起的所謂的胃痛的話 那我們大概會建議可能觀察一到兩天 那避免脫水這件事情 那如果兩天呢 你都沒有自己就是沒有好的話 那可能建議就是要就醫 那第二件事情 如果你當天你的胃痛 或是你的脹氣 伴隨著比如說有發燒 然後嘔吐 然後甚至於就是說你會去拉肚子 然後或是解黑便 這時候建議你可能就要馬上去看醫生了 還有提醒就是我們國人很喜歡吃胃藥 那之前很多的一些零星的個案發現 不舒服 然後用胃藥去改變 不舒服然後用胃藥去做一些抑制的話 那久而久之有可能 你胃本身就有一些問題 你沒有發現 就產生了後面很嚴重的 產生胃癌的發生 如果你真的一直長期在吃胃藥 抑制你的胃痛的人 這時候我也建議你 可能要做一些胃境的檢查 或是大腸境的檢查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你真的只是一般的 就是肚子痛這件事情 那倒是有兩個食物可以建議 第一個如果你在發炎很痛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不建議吃高鮮食物 意思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地瓜葉 也不要再去吃那個花椰菜這一種高鮮的食物 應該要選擇比較偏向於像高麗菜 或是瓜類 這種膳食纖維比較少的 那尤其推薦高麗菜 高麗菜在日本他們稱為廚房的胃藥 原因是因為它裡面有個維生素U 那這個維生素U它可以修復胃黏膜 所以當你胃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吃所謂的高麗菜 如果你真的容易胃脹氣的話 在日本他們倒是有提供一個小小偏方 叫做蘿蔔泥 就是你去吃日本料理看到的那種白蘿蔔泥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白蘿蔔泥裡面它有一些酵素 那這些酵素它可以在口腔裡面 你把它吃進去之後 它在口腔它可以先幫你分解一些澱粉 然後避免就是你的一些澱粉 在胃裡面產生一些脹氣或是不舒服的情況 頭好的這個容易脹氣的食物就是豆類 豆腐豆乾或者是豆漿 只要大量的情況之下 甚至於喝一杯豆漿它就容易脹氣 這時候該怎麼解決 你在吃這些豆類食物之後 你可以後面配一些就是有酵素的水果 木瓜 奇異果或鳳梨 這三個水果是首選 那它可以幫助你的餐中的這些豆類食物 可以快速的趕快把它消化 那另外如果真的容易脹氣的話 有個大原則就是晚上的時候 也不要吃太多的這個蛋白質跟糯米類的澱粉 所以你在食物裡面 你倒是可以吃纖維低的 然後吃一點蘿蔔泥這樣是OK的 那你平常的保養應該要怎麼樣 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就是 真的要避免所謂的便秘 那我自己有什麼小配包呢 可能我會吃一些益生菌 那如果沒有益生菌的情況之下 我會吃什麼 比如說像優格 然後加一點水果 我覺得非常的有效 因為它可以促進腸道的蠕動 也可以幫助排便 所以這兩個方法可以提供給大家 那記得多喝水 然後避免便秘 如果你有所謂的胃脹氣或是胃痛的問題 其實你可以看剛剛我們所講的方法喔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